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总体经济概述 前面所讨论的这些 我们跟各位同学所转售的这些讨论的范围 都是在个体经济 那么从这个单元开始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总体经济 那么所以我们在往后的这些单元里面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一些 总体经济的表现 我们再复习一下 个体经济它所讨论的是一些经济个体单位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里面 我们都一直说 我们一直在强调 消费者 生产者 消费者理论 生产者理论 个体经济所讨论的范畴 都是一些经济个体单位 他们在消费行为上面 以及生产行为上面的一些行为 那么到了总体经济讨论的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所讨论的范畴 是想要去了解 整个全国性的总体经济表现 比如说各位在日常的这一个报章杂志上面 还有新闻媒体 我们说最近的失业率怎么样了 国民所的怎么样了 那物价水准怎么样 这些都是属于全国性的总体经济表现 也都是我们在总体经济里面 所要讨论的这些范畴 那么以下呢 我们就要先让各位同学先了解 总体经济里面 我们所要探讨的一些内容 大致有哪些 所以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的学习目标 有三个 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再复习一下 总体经济里面的三大部门有哪些 第二个 总体经济里面 有哪三种不同的市场 第三个 我们要去了解 总体经济里面 我们所要探讨的内容有哪些 等一下我们都有一项一项的 这样的一些总体经济的指标 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么在学习的方法部分呢 一样的 我们希望说 各位除了在上课前啊 或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有看到一些 跟总体经济比较有关的东西 你可以先做一些基本上的了解 那配合我们在讲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能够在课堂上面能够专心的 聆听老师讲解的内容 回去之后呢 再马上去做复习 因为听完之后 趁还有印象的时候 快点去做一些课后复习的工作 对于你把这些一些概念啊 的记忆啊 是比较有帮助的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再透过 你们在阅读一些 包装杂志 或是观看新闻的时候 去听到一些名词的时候 能够跟 我们在课堂上面所讲述的内容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搭配 那相信各位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啊 一定会非常的顺利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好 一样 第一个 我们会先介绍 总体经济有哪三大部门 第二个 介绍总体经济有哪三种市场 第三个 介绍总体经济所要探讨的内容 以及它所包含的项目有哪些 接下来 我们就先说明 总体经济的三大部门 这个部分啊 在我们 第一个单元 在讲那个经济活动的循环周流之后 如果各位还有印象 有去复习的话 各位应该都知道 在经济社会当中 一定有两个人在互动嘛 一个是什么 家计单位 各位家计单位 你们可以在旁边做注解一下 家计单位就是什么 就是消费者 那么 这些人呢 这些消费者 他可能受雇于厂商或政府 他到公司上班 就是受雇于厂商 然后他有了工资之后 他才到商品市场上去购买东西嘛 那另外一个 家计单位 向厂商购买商品跟服务嘛 因为他取得工资之后 他才能够到跟厂商购买商品跟服务 好 并且要纳税 我们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要缴税 所以消费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厂商 厂商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者 生产者呢 会到要素市场上去什么 去雇用生产要素 来生产产品嘛 那么他所生产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什么 可以提供给消费者 也可以提供给政府 那么因为他雇用生产要素 所以他必须支付这些生产要素的这些报酬 比如说雇用劳动就要付薪水 那你去承租土地的话就要付租金 那如果你去融资资本的话 就要付给人家利息 股息等等 那同样的厂商也要缴税 好所以第三个 很特别的 我们在总体经济社会当中 除了消费者 生产者 两者的互动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就是政府部门 为什么需要政府部门 各位想想看 各位回到家 进了门 开关 按下去 灯就打开了 到厨房去 或是到浴室去 要洗澡的时候 水龙头一打开 就有水跑出来 然后呢 各位要从上班的地方 回到家的过程当中 奇怪 就有一条路开到你家 所以政府 有它存在的必要 它必须要提供什么 它必须要提供这些服务啊 让你有路可以回家 然后有电可以使用 有水可以使用 可是 它做了这些基础建设之后 需要什么 它如何能够做这些基础建设 所以 各位看到这边的文字 政府必须要从 家计单位 还有厂商 来科增税收 它向生产者 还有消费者科税之后 它才有钱 才能去做这些基础建设嘛 同样的 它不只跟你们科税 那个政府 我们也要办公啊 所以它也必须要跟厂商 购买商品跟服务嘛 然后 你说政府向厂商购买商品跟服务 然后呢 支付 薪资 还有利息给家计单位 另外 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名词叫做 移转性支付 并提供移转性支付给某些家计单位 各位在旁边注解一下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移转性支付指的是什么 就是 社会福利 所以政府有在做一些 社会福利救助啊 比如说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 事业救助 老人津贴 有没有 老农津贴 这些东西就是移转性支付 政府除了在做这些基础建设之外 政府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做社会福利的工作 好 这个移转性支付 指的就是社会福利 相关的一些事情 所以提供移转性支付 给某些家计单位 好 所以各位在目前为止 满海中 一定要有一个印象 总体经济 经济社会里面 有三种人 有三个单位 一个是生产者 一个是消费者 还有一个 在中间的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在生产者跟 消费者之间扮演一个桥梁 接下来 总体经济有三种市场 一个是商品市场 各位想想看 厂商生产产品 出来之后 他必须拿到商品市场上面去买 消费者 想要消费产品 他也必须到商品市场上面去买 所以 商品市场 他有他的需求 也有商品市场的供给 然后进一步决定出 商品市场上面 这个商品的价格 好 所以他说 商品市场面的构成分子里面 有家计单位 政府跟厂商 前面 在前面一张同一片 我们也说 政府他会去 购买一些商品 因为他办公的话 他总是要有一些办公设备 文具用品等等 那另外一个市场 所指的是 劳动市场 各位想想看 厂商要生产产品 他不是要到劳动市场上面去 雇用劳动吗 所以 需求者 他说从需求面 主要的构成分子是什么 厂商 那另外一个 政府要办公 能都不需要公务人员吗 所以 政府一样要到 劳动市场面去 雇用公务人员 来帮我们提供劳务嘛 所以 需求面的主要构成分子 是厂商跟政府 那么劳动市场 我们就是劳动了 我们现在 未来我们投入就业市场 我们找工作 我们就是投入劳动市场上面去 然后呢 提供劳务 然后呢 换取报酬嘛 所以 供给面的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 就是家计单位 就是消费者 我们会投入就业市场 就是劳动市场 那第三个 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金融市场 各位 金融市场 各位看这篇文字 家计单位 厂商 还有政府 都可能是 资金市场的 供给者或是需求者 各位 如果我们有剩余的钱 我们不是会拿到 银行去存吗 当我们拿到银行去存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 资金的供给者 如果我们的收入不够 我们到金融市场 跟银行借钱 那么 我们就是一个 资金的需求者 何况 厂商在做生意 他可能有资金的需求 也有资金的供给 政府也是一样啊 政府不够钱的时候 他不是要发行公债吗 发行公债 跟人民募款吗 当他发行公债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资金的需求者吗 那所以他说 这句话 到底是资金的供给者 还是需求者 要看他的收入 高于或是低于支出而定 所以从这边来看 不管你是家计单位 厂商或是政府 如果今天 你是这三个单位里面的 其中一个单位 只要你的收入 大于支出 请问 你是资金的供给者 还是资金的需求者 你的收入大于支出 那想当然了 你不可能把钱放在 你的那个床上的枕头下面吧 你一定会怎么样 把钱拿去投资 要不然就是把钱存到银行 所以当你的收入 大于支出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资金的供给者 相反的 如果是你的收入 小于支出 你的支出大过于收入 你的钱都不够用了 那想当然了 你一定会想尽办法怎么样 想尽办法去借到钱 所以当你的支出 大于收入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资金的需求者 好 这个东西都很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三个部门 三个市场 透过这一个 我们在 最早在跟各位同学 前面第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的时候 跟各位介绍经济活动循环 周流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个图形 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我们说 刚刚说有三个部门 除了家庭 除了厂商 还有 一个部门是什么 是政府嘛 对不对 这是经济体系里面的三个部门 有 不是说有三个市场吗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产品市场 另外一个不是说 叫做劳动市场吗 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金融市场 也就是资本市场的意思 所以要素市场 我们曾经提过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 土地资本 契约才能 所以要素市场里面 有所谓的劳动市场 也有所谓的资本市场 就是金融市场 所以 简单来讲 透过这个经济活动 的循环周流 我们可以理解 经济体系里面 有三个部门 家计单位 厂商 还有政府部门 那我们刚才也提过 政府呢 会向 家庭 家计单位 还有厂商 磕税 对不对 有了钱之后 政府会对家计单位 还有厂商 提供什么 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刚刚讲 你回到家 就有电 有水可以用 还有一条路 可以开到你们家 这就是 政府先对你们 磕碎之后 再对你们提供服务 好 这是相对的 所以 经济活动循环 周流图里面 告诉我们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三个部门 有三个市场 好 那我们可以进入 把它浓缩成 产品市场跟 要素市场 所以各位可以从 绿色箭头 的那个 顺时针的方向 就是货币的流动 各位看 家计单位 到产品市场上 支付价格之后 可以换什么 那个箭头 不是又设回来吗 箭头又设回来 可以去购买商品 所以它必须支付价格 那厂商呢 厂商把产品 卖到产品市场上面来 可以获得消货收入 相反的 我们是消费者 我们是一个 要素的提供者 我们投入什么 我们投入到 劳动市场来 可是我们可以换取什么 可以换取薪资 为了薪资 我们才到商品市场来买东西 那厂商也是一样 厂商要生产产品 一定要到什么 一定要到 要素市场上去雇用人 可是你雇用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支付 这些人的薪水 然后雇用人 生产产品 把产品卖到 产品市场上面来 再换取消货收入 这是一个循环周流 所以外圈 绿色的圈圈 那个箭头指的是 货币的流动 白色的箭头指的是 商品的流动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总体经济学里面 到底探讨了哪些重要的一些面向 那各位看 我们可能就会先 比较大的面向 就是说 总体经济学可能我们会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经济景气 好 第二个是失业率 第三个是物价膨胀 第四个是经济成长 第五个是国际贸易 第六个是汇率 各位看 各位现在看到上面这些标题 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整体社会的一些 这个经济社会里面的一些经济表现 那么我们首先 一一来讨论 什么是经济景气 好 各位看到这一张投影片 说有一个景区循环 景区波动 我们是想听到景区循环 景区波动 那到底 从这一张各位看到 台湾国内生产毛尔的成长图里面 我们比较看不到 唯一各位有圈圈的地方 就是有波动的地方 特别是这边比较明显 有一个涨起来 就有一个下降 然后呢 其实我要跟各位同学 做一个说明的是说 景区循环里面 我们用一个比较明显的图 好 这是一个经济成长的趋势 它应该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景区循环波动的过程 这一个最高点 跟这个最低点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各位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坡峰 也有一个谷底 对不对 好 这个是顶峰 这是谷底 那各位看 这个地方是什么 从这个在趋势线以上 这个表示什么 经济是属在一个成长的阶段 各位我先讲 第一个阶段叫做成长的阶段 那成长的阶段之后 过来到这个顶峰之后 开始往下 往下什么 往下滑 衰退了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阶段 一个紧急循环一定会经历过这四个阶段 成长 然后 衰退 好 第三个阶段呢 当你衰退完 低过于这一个趋势线以下 叫什么 叫做 萧条 所以各位市场听过 经济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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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见底了 就到了谷底了嘛 可是谷底之后 我们总是说谷底总是能够翻身 所以在从谷底往上来的时候 这个是第四个阶段 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叫什么 第四个阶段叫 井气从谷底翻身啊 所以我们说第四个阶段叫做 复苏阶段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第二段的文字 总转量 有时候快速上升 有时候下降 井气呢 有时候上升 有时候下降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 井气循环 或是井气波动 那么 接下来他说 当经济处于谷底往坡峰爬升的阶段 叫做井气扩张阶段 好 所以井气扩张阶段 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四个阶段的 哪两个 从谷底 从谷底往坡峰爬升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成长 还有 井气要复苏了 这两个阶段都是井气扩张的阶段 那么井气衰退呢 什么时候井气衰退 过了坡峰之后 往谷底下降 所以他会经过什么 井气衰退是哪两个阶段 是 衰退啦 从坡峰开始衰退 到了趋势线以下 变成萧条 所以第二个阶段 跟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是井气衰退阶段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从1961年到2008年 这一段 我们从国民生产毛额 我们从实质的国民生产毛额去看 去看这一个整个经济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框框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图 如果再把它放大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图形 从谷底 慢慢的往坡峰 慢慢的往坡峰前进 然后过了坡峰之后 又慢慢的往下滑 再到了谷底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 井气循环波动的阶段 那么扩张的阶段呢 扩张的阶段 就是成长跟复苏的阶段 那么衰退的阶段 一定是什么 就是衰退跟萧条 好这个部分 请各位同学务必留意 井气循环一定会经历 成长 衰退 萧条 复苏 这四个阶段 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是失业率 那各位看 这边有一个很简短的定义 在第三行 年满15岁 而有工作人口 叫做就业人口 这很容易理解 你有工作 你就是就业人口 但是你年满15岁以上 你可以马上工作 但是没有工作 但是呢 你是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 才叫做失业人口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年满15岁 你可以工作 但是你没有积极的 在寻找工作的话 你没有积极的 在寻找工作 有做没做都没差 那你就不能算是失业人口 你算是什么 你算是非劳动力 像那些学生啊 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些人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非劳动力 要计算失业人口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一定是 你本身是一个 在积极的寻找工作的人 你在积极寻找工作 可是你找不到工作 我们才把你认为是失业人口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劳动力 失业人口 加就业人口 的总和叫做劳动力 在下面后续的一两个单元里面 我们会专门的单元 来介绍 失业率的定义 那现在我们就说 请各位同学先了解一下 原来失业人口 跟就业人口 加起来就是劳动力 那一定还有一个 叫做非劳动力的部分 那非劳动力的部分呢 我们在下面一个单元 专门的单元的时候 再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么失业人口出于劳动力 就是失业率嘛 那你看这个图形 从1961年一直到2008年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失业率达到了最高峰 有没有 这个大概是2002 也就是民国91年的时候 失业率达到最高 这是一个我们历年来的 整个失业率的变化情形 接下来是物价膨胀 物价膨胀 各位我们用了一个 比较浅显的文字来说明 就是什么 物价膨胀就是什么 物价水准持续上涨的一个情形 物价膨胀 简单来讲 就是物价水准持续上涨 所以我们在谈物价膨胀的时候 我们在谈物价膨胀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什么 一定会提到物价指数 这个在下面一个单元 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单元 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叫做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的类型是什么 好 所以物价膨胀简单来讲 就是物价指数持续上涨 那所以各位 物价膨胀对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不大 如果物价水准一直持续上涨的话 物价水准一直持续上涨 那我们的什么 我们口袋里的荷包会越来越薄 因为物价膨胀使得 我们口袋里的钞票变薄了 原本的100块 在目前的物价水准之下 我们可以买到100块等值的商品 如果物价水准一直持续上涨 物价水准持续上涨 原本100块的东西变成105块了 那么我们现在拿这一个100块去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买不到了 所以我们的口袋里面的钞票变薄了 所以物价膨胀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样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什么叫做物价膨胀 那我们用一个这个历年来的这一个物价膨胀率 各位去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物价膨胀特别高 在这个地方物价膨胀特别高 这个是什么时间 这个是1973年 第一个 1973年 这个是什么 1979年 1973年发生什么事 发生 第一次石油危机 第一次的石油危机 重击了整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台湾一样 也面临到这样一个冲击 所以物价膨胀的非常高 这是1973年 是第一次石油危机 那1979年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物价膨胀也偏高 是因为 一样 都是因为石油的问题 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所以造成物价膨胀 这样各位同学理解吗 那除了这些时间之外 其他的物价膨胀率大多维持在版主以下 一直到目前为止 那各位看 这边其实特别说明的是 在2001年 在这个地方 2001年到2003年之间 物价膨胀率是负的耶 物价膨胀率是负的话 是表示什么意思 刚刚讲的是通货膨胀 现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通货紧缩 所以各位这边要留意 物价膨胀率是负的 就是表示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这是表示什么 表示 物价水准是持续的什么样 持续的下降 才会造成通货紧缩 接下来 这个是一个经济成长 这是一个历年来 经济成长的一个图形 那么往后 我们在介绍总体经济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们会用这一个国内生产毛额 来表示整个经济成长的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国内生产毛额 从1961年一直到2008年 一直都是一个持续上涨的现象 这就表示什么 台湾长期以来 还是属于整个经济成长的阶段 虽然我们在期间 会遭受一些紧急波动 但是长期而言 台湾社会 还是处于一个经济成长的阶段 因为我们的国内生产毛额 一样都是逐年的往上升 接下来 讲的是国际经济 也就是国际贸易的部分 这一个我们从这个名词来说明 这是台湾历年来贸易 贸易鱼额 这个贸易鱼额是什么 各位我们现在定义 贸易鱼额就是什么 我们的出口量 减掉我们的 进口量 各位看 如果贸易鱼额大于0 贸易鱼额大于0 就表示什么 表示出口大于进口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贸易的顺差 因为我们出口的比较多 进口比较少 所以我们有贸易顺差 也才有所谓的贸易的英语 那你看 如果是贸易鱼额小于0 贸易鱼额小于0 你看这个地方 在7475年 贸易鱼额小于0 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的出口 小于进口 因为这个贸易鱼额定义 是出口量减 进口量小于0 就表示什么 进口大于出口 我们从国外进口 比较多的东西回来 出口东西比较少 所以这个 这样的现象叫做什么 叫做贸易的逆差 那也因为有逆差 我们买别人的东西比较多 别人买我们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才会产生贸易的赤字 所以你看这边的文字 我们大部分的年代 都是贸易鱼额比较多 在1960年代贸易鱼额 你看在1960年代 都是在负的一下 可是在1970年代以后 整个台湾经济社会 在1970年代以后 那个十大建设之后 台湾迈入正式经济起飞的阶段 开始我们就有贸易的英语 因为我们的出口 渐渐的比进口来的多了 那当然这期间 因为跟世界各国贸易的关系 有一些变化 但是长期来讲 我们还是属于 有贸易鱼预的国家 出口量进口量这个概念 也请各位同学 稍微留意一下 再来就是汇率 汇率是什么 汇率是 简单来讲 就是本国货币 跟外国货币之间兑换的比例 比如说现在一美元 可以换33块台币 那么我们的汇率就是33 那各位 我们在这边只要简短的 跟各位做最后的说明 如果汇率提高 汇率提高 我们说汇率提高 原本现在是33块 对不对 那如果汇率提高变成35块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一块钱美金 原本可以换33块台币 现在可以换到35块台币 所以汇率提高 注意哦 汇率提高 表示美金是升值还是贬值 美金是升值的 但是台币是怎么样 台币是贬值 有没有 因为一块钱的美金 可以换到35块的台币 那如果是汇率下跌 原本可以换到33块 现在只换什么 只换30块 只换30块 那就相反的 就表示什么 一美金本来可以换33块 现在只能换30块 所以美金是贬值的 那么相反的 我们的台币 就是升值的 OK 所以汇率 它要表达意思是这样 汇率提高 台币是贬值的 如果汇率下跌 台币是升值的 那各位可以从这个图形里面去看 在1972年以前 我们的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固定汇率的 就是1比40 到了1972年之后 采用那个浮动汇率的制度之后 就让市场上的外汇的需求 跟外汇的供给 去决定出外汇的价格 所以就开始有汇率的波动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 从总体经济里面的这个部门 还有总体经济里面涵盖的市场 到未来 接触后面的几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去谈一些总体经济的一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概论里面 先跟各位同学介绍了一些 有关于汇率 国际贸易 失业率 物价指数 还有这个经济成长 这样的一些概念 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说明 希望对未来各位同学 在往后的单元里面的学习 能够更有帮助 我们的中文